俄国进入太平洋 我觉得它有牵制美日的一个功能 因为它的太平洋舰队 俄国的太平洋舰队并不十分强大 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力量 那目前来说的话 在太平洋里面就是中国的舰队 那面对的就是美国跟日本联合 那美国也把北约的一些国家的舰队也拉进来 我们看到俄国现在在太平洋开始活动了 俄国前段时间在夏威夷的附近 进行军演 那么甚至也进行了工岛的一个演习 这样的一个情形 其实都有在牵制美国跟日本的一个作用 8月份的时候 中俄会在中国的一个很大的陆军的一个训练场 举行一个几千个人 可能到上万人的这种属于 我们叫做战略级的这样的一个军演 这个军演其实就是显示出 中俄虽然没有签订 军事同盟条约 但是他们的战略学做伙伴关系 事实上是更往上台的一个台阶了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未来在太平洋这边如果中美之间会交战 假设那美国拉了盟友的话 俄国的态度就表明了 他也不排除会支援中国大陆作战 那在北边里面我们也注意到 中国大陆也派了多次的战机船舰跟俄罗斯在日本海这个地方举行军演 其实也就是在对于日本跟对于美国 如果对于俄国的北方四岛会有野心的话 那这个情况都会产生一些变化 我想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说大国之间的角力啊 已经开始在很多的地方展开 美国他因为他有签军事同盟的条约 所以他常常会要求跟他的签约国要履行他的合约 履行这些同盟条约 但中国大陆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签订军事同盟条约 他都是用合作伙伴的关系或是协作关系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们就可以看到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组合 这是一个可以说的 另外一个部分我想补充一下上摩亚的问题 中国大陆对于这些国家的换界 政府换界 然后去中断他们原来的大型的投资 已经很有经验了 而且最终的结果都是依照大陆所原来的设想 那为什么会说依照大陆所原来的设想 因为中国大陆的一个做法就是说 他不希望他跟任何一个外国政府的合作 是单方面得利 他一定都希望是双赢或是多赢 因为这样的情况才不会受政党轮替的影响 举个例子 例如说他在希腊 这个比雷埃夫斯港 那是整个地中海最大的一个港口 在欧洲也是排名第三的 一个最大的吞吐港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基地 也是希腊最大的一个港口 当时希腊的这个船大王就是比雷埃夫斯港的 那这个港长年亏损累累 后来他们的政府就跟中国大陆 中远伦他们合作 中远伦合作以后由中国来经营 赚了钱了 结果政党轮替了 然后这个新的政府上来 社会党的左派的 他不买单了 不买单以后就中断了 中断了以后 希腊很快就陷入负债累累 欧盟给希腊施加更大的压力 结果没有多久以后 希腊的总理飞到北京 寻求跟中国大陆 希望能够恢复原来的合约 那这个港现在67%的股权 在中国大陆手中 可是这个港经营的昏昏火火 那么对欧洲人来讲是得到好处 希腊的税收也大大的赚了很多钱 希腊原来是欧元欧租五国 他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翻身了 他没有再负债了 所以你看这个为什么 现在跟希腊跟中国的关系好到不得了 就是因为他们发现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另外一个案例就发生在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的可伦坡 可伦坡原来也在填海 照路要填两点多平方公里的 一个新生的土地 那当时就讲好就是各一半 中国大陆拿一半 然后这个新加坡的港务局拿一半 那中国大陆拿那一半的土地就填出来的 也就是说可伦坡再往外填一个地方出来 那中国大陆占有一半 可是所有的技术资金 还有所有的经营 完全由中国大陆来做 那可伦坡等于是 斯里兰卡什么都不用做 那他们也签了 签了以后后来又换届了 换届以后在野党成为执政党 他又把这个合约取消 取消以后就搁在那个地方 搁在那个地方 可是没有多久他们就发现 可伦坡没有发展啊 那还是需要这块地方 所以原来反对的 因为反对这个工程而取得政权的政府 他反而又回来寻求跟中国大陆 希望能够继续那个合约 现在这个合约已经完成了 可伦坡的金融层就是 如果有朋友去注意到 可伦坡的金融层 在2020年是完成的 就是新的政府 后来又跟中国大陆就合作了 那中国大陆现在控制了 占有的就是1.1平方公里的 这块的土地 然后上面盖的一些摩天大楼等等 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对于现在的沙摩亚 新的政府又上来了 又暂停了 那但是问题就在 因为现在是疫情 那交通的网路啦 旅游啦观光也少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预货量出去了也少 这个你会觉得 目前来讲不太需要 可是等到疫情结束以后 又开始恢复了观光旅游 那么这个时候新的政府 可能又会觉得说 他们还是需要这个港口 而且需要建设这个港口 来创造他们更多的就业机会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部分中国大陆很有经验 所以你们看当新的总理 一上来以后 暂停的时候大陆就没有讲话 对 你就看得慢嘛 反正我从来不做 只有我有利的事 我从来做的都是两方三方有利 那所以这个工程 至少你还是要做下去 因为这个对港口就建在你家嘛 我也搬不走 那最终的经营权 我了不起99年 最后还是要还给你 而且在经营的期间里面 所有的盈利 你就凑一大半走了 这样的情形是 你有利我有利 又不是就我有利 所以我觉得 中国大陆已经磨了一套 这个怎么在国际间 尤其跟在发展中国家 因为他们的政府变来变去嘛 就是跟台湾 我们也希望下一次 不要再绿党执政了 够了八年 虽然正量坐我旁边 但是绿党执政也太久了 应该要换换别的政党 我觉得如果是政党换了换去 也没有什么不好嘛 那所以 但是大陆已经很有经验 去跟这些政党换了换去的国家来磨了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大陆很淡定 萨摩尔亚在太平洋的这个西兰 中国叫新西兰 新西兰跟这个夏威夷中间的一个岛国 大概岛国的面积是2200平方公里左右 那这样一个不大的国家 大概人口大概20万 长期过去22年来 是有一个他们前总理 叫玛丽东尼他来执政 到今年 去年年底 他今年初他们这个一月份的时候 选举这个玛丽东尼这个大败 那换了这个新的这个总理 女总理 有史以来 萨摩尔亚第一个女总理叫马法塔 他来这个掌政 但是后来从三月一月选举完之后 三月本来要交接 没有办法交接 因为玛丽东尼认为说他没有败选 所以后来就开始打官司 然后政治动荡了一下到大概7月份的时候 才慢慢的他才承认败选 然后再把让同意让这个马法塔 他的这个内阁跟他的人马 进驻那个新的萨摩亚的这个政府的团队 而萨摩亚这个地方本来他就是一个穷的国家 以前是美属萨摩亚 然后呢他过去就是有赖于观光他的这个海运的资源 所以他本来就是国家里面就有他的空港 跟他的这个海洋用的这个港口 那现在其实我认为这个新的总理上任之后 他也因为以前的总理非常跟中国是比较非常亲近 也就是一般认定亲中啦 但是如果是现在新的总理上来之后 我不认定说他就是反中 而是其实我是认为他想要有一件筹码叫在手中 因为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就不断的跟他的人民讲说 啊我们不要像这个过去的总理呀 跟中国那么靠近 我们已经欠中国那么多钱 他们欠的中国大概45亿元台币 也就是9亿元人民币左右啦 1.6亿美元 对这样一般的国家可能都还得起 但是对萨摩亚这样的一个小国家 的确是有点吃力 所以他认为说 不要一直把这个债债台高策 我们要先把这些债还掉了 再来跟中国开启的这个 他们今天发生的这个问题就是 他的唯乌书的这个 唯乌书湾的这个港口的开币 要再花1亿美金 也就是他28亿到30亿台币左右 5 6亿人民币左右 所以他们会有疑虑 那这样一个看法在国内是不是形成大多数 以事后的结果来看 新总理马法塔上任了 他当然代表他的名义 代表他的主张 让国民认同 可是当时旧的总理认为说 盖这个唯乌书湾 可以让中国的这个资金进来之外 还可以帮这个萨摩亚增加很多的就业机会 还有以后的贸易的这个往来的这个市场的占的额度可以增加 这是旧总理提出来的愿景 新总理其实不是不想做到 而是他想要先说我先喊停这个投资 然后我看到时候中国对我的这个态度会怎么样 因为美国一直想要掌控 从这个夏威夷到南太平洋南半球的包括大洋洲澳洲新西兰纽西兰这一块 这一边的这个资源 因为那里有很多美国飞弹试射地方 那边离关岛也比较近 就美国的战略部署来说 他的核三位一体其中的空军跟他的这个洲际飞弹都是可以到那个地方 而南太平洋一向是被美国认为说 他的飞弹四射场的海上海场域其中之一 所以当萨摩亚出现了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 你看新总理上来他是不是可以左右逢源 以前我们长期是美国笼罩的势力之下 那现在呢美国当他的势力慢慢不能兼顾到南太平洋 或是整个东西太平洋全面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可以左边跟美国要一点东西 右边呢跟中国说我们先喊停好不好 但是他同时也没有把话讲死 他说我们还是永远对中国的大门敞开 我并不想关闭到我们跟中国合作的门 所以你不觉得他想要做两面的这个手法 非常的清楚 所以当美国在全世界各地 尤其是太平洋整个彼岸这样子绕一圈 要跟中国全面围堵开启的时候 你也知道这些小国家或这些中间的一些中小的一些 不管是岛国也好 他们其实也都感觉到了那种可以雨入均沾 或者是利益沾一些边 然后想要用用这种以小四大 以前中国古时候那种小国四大国的技巧 跟智慧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在谋取自己的国家的利益